会议上来先跟影迷们交代 自己的新电影已经在筹备当中 只是碍于还没签约 所以不能够多提 说起来这几年赵薇的产量是越来越少 不忙工作的时间里 她尽情享受闲云野鹤的小日子 我一直都挺喜欢一个人跑来跑去的 然后我有一天早上赶一早的飞机 正一个人在机场里溜的 突然一拍我肩膀 然后碰到甄子丹 甄子丹不相信 你一个人出国 我说对对对 她说哎呀我很尴尬 我带了四个人这样的 在女艺人们扎堆在机场街拍的队伍当中 很少看到赵薇的身影 她之所以能够躲过路人的关注 还靠她独特的隐身术 其实说我平时在机场都穿的乱七八糟的 基本上也不太被人认得出来 认得出来顶多让人失望一下 反正也就过去了 又不走街拍路线 打扮好累啊 这些年低调过生活的赵薇 只要面对公益的时候才会高调站出来传递正能量 在她微博上常年置顶的都是由她和朋友陈立志发起的 VI基金的最新进展 白血病呢虽然是非常昂贵的 治疗费非常高的一种疾病 但它不是不治之症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心理上一个正确的指导 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白血病只要救治及时 然后选择正确的医院 它是可以治好的 自从赵薇开始关注贫困家庭当中白血病孩子的那天起 重重的责任就压到了她的身上 赵薇自己也承认 自己公益的起步是被动的 但是那些获得的温暖却是真实感受大的 可能你大了以后别人都让你做一些有责任感的事了吧 小的时候不用担责任啊 能够多做一点 与社会与他人有益的事情 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除了做公益 赵薇培植新人的成绩也显而易见 从她的第一部指导的电影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走出来的江苏颖和杨子山 短短几年间已经成为圈里有人气又有口碑的演员了 你怎么看我口碑反应啊 这种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是因为她自己太优秀了 其实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有更多的机会能够验证 我的眼光没错 她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这样 她会看到我的问题 她都会来告诉我 会跟我聊 所以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也还是会 比如说问问她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怎么样能够快速地去解决掉 我现在表演上的这个问题之类的 前面有杨子山和吴中天举办了婚礼 至青春剧组重剧 赵薇更是作为正婚人出席 看到自己发掘的演员程嘉丽叶 赵薇也倍感欣慰 哇这感触还真的很丰富 其实也参加过几次婚礼 我看赵薇婷结婚 我就没那么大感触 因为看着她 从一个胖胖的小女孩 然后对于未来 对于以后 一片空白 到今天 居然有一个相濡以沫 多年的男友 可以步入婚礼的殿堂 真的是很感动 赵薇对着咱们的镜头 更是大赞杨子山 眼光比她还好 这个妹夫她打一百分 她对我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 独特的 我是挺完美的 我也很少看到一个先生 会对自己的妻子 如此之好的男人 他基本上是我们全公司 人人羡慕的对象之一 这样的 因为他们的工作 都是漂泊的 像我们 一般聚小离多 但是他们打破了这个规律 基本上都出入成双 原来今天地上海 独家采访不大